疫情下市民谨慎抗疫 前线医护医就紧守岗位 冒注风险鞠躬进水 但是医管局核下 据了解 已经累计有1668位医护人员染疫 多人染疫 令战场一样的医院 人手更加紧绝 所以医管局实行新指引 确诊的职员在第七天 快速测试程阴性就可以复工 我们收到报料 有观众的姐姐是医护人员 CT值低于20 病毒量高 但原来休息七天这个措施 都只是理想不是现实 如果你痊愤不舒服 就认识到快速测试是质 就要上班了 就要回去先做化酸测试 如果没有问题就上班了 为什么医管局 好像对他们这么粮薄 比较很不开心 他身边有些同事 都是已经确诊了 他的情况是否都是这样呢 可能一两天 一模一样 有一两个同事都是四五天 五天左右就上班了 因为他们是酸测试 由正确转来变质 还有自己发送了自己 回去大家要他还站在一边 就是用观察来打叫你 你这样上班就没意思了 他就想休息也没得休息 但另一个确诊医护 康复之后想上班也没得上 有报料人士在医管局的护士长 13号确诊 等到21号才到酒店隔离 想出去也不容易 来到的时候 其实一直都没有人 跟我特别做什么检测 我都因为这件事 我都尝试打过去热线 直到去到昨天 终于都有一个 卫生署那里的热线 有个同事 就可以帮到我 今早给了个发动测试机 结果是阴性的 我都情报了 但是一直都要等待他之后 要多久才能安排到我 究竟会不会有机会离开 因为我23个确诊 今天2月25日就已经第12日 究竟什么时候走到 其实一直都没有人通知过我 因为我其实一直都没有收过 那个卫生署的隔离令 但是其实我当然很希望 可以快就行了 因为其实我都一直 其实我送进来之前 其实我已经没有了病征 我都很希望可以回到前线 继续去到可以帮忙 也都希望当局可以看看 可否有什么方法可以加快隔离 持续流转 让更多有需要的人可以用到 确诊人数不断大幅增加 医疗系统频临崩溃 前线医护人员努力坚守崗位 压力已经是千斤重 想不到天天穿戴的防护装备 也都令部分前线人员苦不坑言 医管局用日本地口罩代替N95 每次带来我们非常不舒服 第一点就是椅背 这条橡筋固着我们十几个钟头 椅背全红红了 第二点就是这两个熟骨头 压着头颅 非常之辛苦 每天我们都要吃Panadol 是非常非常之不舒服 压到头疼 一天十几个钟头 你试试叫高厂一天十几个钟头 带着 它一定头疼